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对这个事情的整理思考是什么 那么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领域 科技进步给它带来的影响也是非常之巨大的 非常值得我们来好好盘点 那么它就是竞技体育 首先我们先不说电子竞技 这个体育运动本身就是科技进步和时代的产物 哪怕是比较传统的这种对抗类的体育竞技项目 它的科技的入侵的程度和改变 也已经成为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一种新常态了 我们今天说很多的例子 其实你肯定都听过 比如说像这个鲨鱼皮 像什么鹰眼技术 那也肯定有一些你没听说过的 咱们一会儿来慢慢的讲 那么由于科技渗透的方方面面 真的已经是非常的广了 所以说它很值得我们去细细的盘点一番 总体来说 我们把科技入侵体育运动的方式 按照它的目的性差异 划分为三种类别 那么我们来分别讨论一下 第一类叫做为了保证比赛公平性而产生的科技的入侵 我们在电子经济那期节目里边曾经说过 竞技体育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就是你得能分出输赢来 得能分出高低 而到今天为止保持竞技公平性的裁判 它毕竟它还是人 对吧 那么人虽然说是高级生物 但是我们也不是万能的 对吗 不可能做到绝对的精准和保证公平性 咱们以足球来举个例子吧 说一个普通人接收到一个信号 并且做出反应的时间 大概在100毫秒 在200毫秒之间 那么咱们按照这个上限来算 100毫秒的话 那么足球射门的保守速度是100公里每小时 咱们以0.1秒来计算的话 它就走了两米多了 那么这个时候 人才开始做反应 所以说你明白了 这个发点球的时候 守门员 他是必须得提前赌一个预判方向 而不可能等球飞起来之后 才在做判断 那就已经太迟了 那你说作为球员 面对足球尚且如此 你说裁判经常老是隔那么老远 他怎么可能次次的精准判断呢 对吧 那你说这个谁碰着球 这个谁先出着戒 这个事儿啊 挺难搞的 所以说足球这种运动啊 向来是非多 伟大的马克思曾经说过 人和动物最大的差别 就是人类会利用工具 所以说人呢 就是利用各种工具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那么为了解决这个裁判的误判上的这种各种困难和挑战呢 鹰眼系统就被发明出来了 那么鹰眼技术呢 其实从原理上来说 它并不是特别的复杂啊 它其实就是利用多台高速相机 同时从各个角度去对准球场 因为高速相机呢 它能每秒钟捕捉的信息量是非常之大的 这个小到几百帧 大到几千帧都有 所以它可以捕捉到任何一个小的细节和小的动作 进行精准定位 然后随时把每一个机位的这个捕捉下来信息呢 汇总成一个3D的坐标 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以一种立体的视角去还原场上的各种情况 所以当球员挑战鹰眼的时候 我们看到 就把他那个时间点上的空间信息一复原 就可以精准的看到那个球落地的位置 是线内还是线外 然后主公式再把这个信息和这个球飞的轨迹再播出来 我们就是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所谓鹰眼回放 所以听起来好像挺简单的 没什么不得了的 但是鹰眼系统它的傲益啊 在于它达到了很高的精准度和可靠性 所以现在的鹰眼系统可以做到3毫米的误差 对于人类的各种体育能来说的话 几乎是不会出任何判断的错误了 只不过这个系统之前 它其实升下来的时候并不是干这事的 最早呢 它是利用那个鹰眼技术来做这个电视转播的 后来发现这个老乌判对吧 实在没招了就发现 鹰眼这方面有自己的独特的优势 所以说才把它运用到这种辅助裁判系统里边了 现在已经应用的非常广泛了 那么羽毛球啊 网球啊 马术啊 甚至斯诺克都有用 而且我们也说了 鹰眼它判断落点这种东西啊 它只是把高速相机记录下来的信息 某一帧结局出来而已 实际上 它可以分析球场上一切的这种物体的运动轨迹 这个本事就让它成为了一个教练的辅助系统 甚至是虚拟回放系统 和比赛策略的分析系统等等等等 用数大了去了 你比如说球类比赛里边呢 经常出现球员跑动的距离啊 和这种球的落点分布图 这些数据结合起来 那价值可是非常之巨大的 你往小了说 可以改进球员的基战术 对吧 你往大了说 它可以发现这个运动的某种潜赛规律 类似增加这种公平性的辅助手段呢 其实我们在体育当中运的还是蛮多的 比如说像田径里边有这个电子的这种 监测起跑的仪器 它其实就是在起跑器上加了一个压杆的sensor 你枪没响 但这个压力超出了标准 那你就是抢跑 对吧 它的测试的这个精准动作还是非常高的 还有比如说像游泳运动员 你到达终点的时候 它那个水池边上啊 有一个触碰的区域 谁先碰到 那谁肯定就是第一 那么尤其像游泳这种非常刺激的项目啊 它经常是插之毫厘 而且有水花做干扰 你光靠前边岸边做一个人肉裁判 这个确实是不那么精准啊 所以这些设备呢 都是去改变竞赛公平性的一些例子 所以说呢 依靠科技来改变人肉判断这个偶然性的问题啊 真的是切中要害 没准一二十年以后 除了球员打架 这个打嘴炮这种事 其他可能都得用积蓄来解决了 但是呢 科技相对论 凡事都有两面性 就像咱打黑巴似的 对吧 有些人就喜欢规则带蒙的 大力出奇迹嘛 对吧 有些人呢 他就不爱带蒙的 觉得这事不公平 这足球场上呢 引入这种辅助裁判系统的速度还是非常慢的 因为很多人认为 足球裁判的误判 就是这个游戏的魅力之一 你试想一下 66年 如果要是有了鹰眼 那那个球门线的悬案 就不可能出现了 对吧 可能这几十年 球迷们就少了一个永恒的话题 但是我个人呢 是并不太同意这种观点的啊 那就我就属于打黑巴 不爱带蒙的那一类人 因为比如说围棋运动 对吧 它是没有任何误判性的这种可能性的 但是这个运动也依然充满悬念 对吗 足球我认为 它最根本的魅力 还是来源于这种球员之间的这种激战术对抗 误判的特色呢 顶多是在一个不完美的前提之下 成了这个独特的魅力而已 但是你千万别把它宣宾夺主的 来取代运动本身的核心魅力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那么科技对于体育的入侵的第二个作用 就是保障运动员的安全 其实严格来说呢 每一种运动几乎都会产生运动损伤 你别说专业运动员啊 就是咱普通人 哪怕是你最不起眼的跑步 如果你姿势不对 配速太快 膝盖脚踝都有可能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很多人都走过这个弯路 而且一些激烈的对抗性的运动呢 专业的运动员需要进行大量的这种训练 这种训练的强度对于普通人来说那都是过量的 你比如说自行车运动员 他的生殖器就很容易出现问题吧 像阿姆斯朗对吧 所以说他屁股下面都得垫一个厚厚的垫子 你再比如说像足蓝牌这个三大运动 那跑跳非常多 膝盖啊 这个跟腱部位都非常容易出问题 尤其是身体结构异于常人的 这个这个天赋异禀的人 像姚明对吧 身材太高了 像这个心脏啊 膝盖啊 脚啊 都非常大的压力 所以为了保护运动员的腿呢 或者这些下肢啊 这个专业的球鞋 都有很强的减震和支撑的作用 你比如说小时候 我们人人都希望拥有一双气垫的篮球鞋 对吧 它的减震效果就比传统篮球鞋好很多 这个气垫 当年那就是高科技啊 你这个基础含量不够的话 穿两天这个气垫就破了 你买国产的是不是有这种体验 对吧 那姚明不管他是代言耐克 还是代言瑞布 他穿的鞋 那全都是看起来有点笨的 有点蠢的那种高帮鞋 胃的就是达到他保护脚踝的作用 你像他一一年受伤了之后 左脚甚至还穿过一段时间的铁鞋 你说点不那么科技的例子啊 比如说像举重 他上场之前不有个缸子吗 对吧 他在搓搓拍两下是吧 那个叫什么 这叫华石粉 化学成分呢 叫做水和硅酸铭 它具有这个润滑性啊 抗粘啊 吸附力强等等这些特点 它主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就是防止你手上出汗 然后增加你的手和器材之间的摩擦力 来保证安全 曾几何时啊 这种东西 那也是科技入侵体育的一种印证 那几十年以前也是高科技 对吧 所以没准哈 咱们再往几十年以后看 今天看到鹰眼 那都弱爆了 你别看很多人都看球 但是里边很多细节呢 可能未必所有人都知道 你比如说球员受伤的时候啊 有的时候队一一啪冲上去 拿个像杀虫剂的东西 磋狂喷一顿 对吧 喷完了 该干啥干啥 又进上地球去了 喷那什么东西你知道吗 那个东西叫做冷冻喷雾 它的主要成分呢 叫做一律以丸 由于这个它的沸点只有12度左右 所以它在罐子里边经过高压之后 变成液体 一喷出来 立马就气化 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呢 它会快速带走周围空气里边的热量 然后你这个冷冻的 去冷冻皮肤表面 达到一种什么呢 暂时麻醉的效果 所以说呢 你看着它站起来了 其实不是真的治好了 而是暂时它不疼了 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 如果它继续下场踢球的话 甚至有加剧受伤的危险 这个东西呢 在临床医学上 叫做冷冻麻醉 只不过咱们这小罐子呢 是这种冷冻麻醉的一种实践形式 这种东西应急用呢 还可以 但是医疗体育这个上面很多的创新呢 其实都体现在这个运动医学 和运动损伤康复学上面 实力 真有这两个学科 就专门受伤了之后怎么康复的 美国在这方面呢 是独步全球 所以你看我们很多国保级运动员 受伤了之后 不都是跑到美国去疗伤吗 我就是不告诉你它是谁 你自己猜去吧 所以这个东西呢 太专业 咱们不展开讲啊 它属于医学的范畴 咱搞电子数码的也搞不懂 但是我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 主要是想讲啊 我们国家在保护运动员方面 这个文化是有问题的 它是各种道德绑架和网络暴力 咱们的口号是 动不动就是 轻伤不下火线 带伤还要上阵 这点跟美国NBA很像 但美国人这么干呢 是有他们国家这个 所谓的英雄个人主义文化有关系 但我们国家这么干呢 是所谓的集体荣誉感 你比如说 这个女排原来的扛霸子赵蕊蕊 对吧 他可以说 这个人本来没问题 但是活生生练肺的 04年本来就已经出现疲劳性鼓励 结果依然高强度训练 结果训练场上就骨折了 恢复140天之后 带伤上阵 可预见的没多久 又骨折了 这次几乎就毁了他的职业生涯 所以说 这个在中国的竞技圈叫什么 叫从严从难 从实战出发 叫做大运动量训练 所以所谓的叫做三从一大的精神 实际上是非常落后的一种思想 就算是你不受伤 这种过度的训练 其实是无一预期提高 所谓的这个竞技成绩的 我原来很多在体院的朋友 那都是原来因为训练不科学 多多少少毕业之后 都是有的按伤 脚踝啊 跨骨啊 腰啊 都有 所以说我也不怕给刘翔洗个地 我觉得他阴伤退赛这事 绝逼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无论是从人性上看 还是从他个人的运动生涯上看 那都是正确的决定 人家跟剑都断了 你还让他跑完吗 对不对 你怎么不自己发烧的时候 再上班呢 对吧 所以别跟我说什么 国民期望之类的这些屁话 连个体都不懂得尊重 还谈什么集体荣誉呢 对吧 呃 那个啊 那个我说这些话呢 跟我和他长得像 没有什么绝对的关系啊 纯实是打抱不平 说到这儿呢 其实我像车点题外话 其实经常去健身房呢 我就发现啊 很多人真的是没有保护自己的意识 你比如说锻炼姿势不正确 这事就太普遍了 咱们就不说了 甚至很多人根本分不清楚 所谓翻步鞋和跑步鞋的区别 穿着匡威就在跑步机上 匡吃匡吃就在这跑 我不是鼓励大家器材的啊 但是我虽然说我觉得啊 搭配一身很漂亮的这个运动装 也是一个极客很重要的素质 但是没有保护意识 造成的运动损伤 真的比例是非常高的 你练硬拉的时候 你最好就戴上腰带 然后你跑步之前一定要热身 一定要拉伸 这跟装逼是没关系的 你不要觉得自己现在年轻 35岁之后 这些暗伤找上门的时候 我估计你就后悔了 好 那么科技入侵体育的第三种目的 就是为了提高成绩 说白了哈 就是借助这些科技上的创新 来让人类更加接近于自身的极限 在这个目标之前呢 哪怕是微小的提升 它都是值得巨大投入的 比如说这个田径项目 算是比较传统的了吧 但是它的装备也绝对不原始 耐克12年的时候 研发出了一种新的运动服 这种衣服呢 最大的特性 就是可以减少跑步时候带来的风阻 这种技术的灵感呢 来源于高尔夫球上的设计 比如高尔夫球上面不是有 凹凸不平的好多个小坑吗 有三五百个 那么它可以不让球体呢 在高速飞行的时候 打破四周的这个空气层 所以说阻力就比较小 那耐克呢 这种战衣上呢 也有很多这种小小的浅坑 来减少风阻 耐克呢 为了研发这种衣服啊 甚至还专门进行了昂贵的风动实验 你能想象这有多变态吗 时速200多公里的高尔夫球 你减少风阻也就算了 我还可以理解 对吧 你一个时速40公里的白米跑 也要有这样的技术 那这种衣服啊 能够提高多少成绩呢 顶尖高手 可以提升0.02秒的成绩 不过这玩意儿呢 如果你要是玩过了 那可就是过犹不及 不好玩了 那比如一个经典的案例 那就是鲨鱼皮 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上 澳大利亚那个大脚鸭子 索普 横空出世 一个人扫了三枚金牌 对吧 他是在菲尔普斯之前 特别出名的一个运动员 和他同时出名的 还有这个叫做Fast Skin的游泳衣 俗称鲨鱼皮 这就是专业的这个游泳装备品牌 Speedo发明的一个产品 可以说那个时候啊 你穿了鲨鱼皮 未必能赢 但如果你不穿鲨鱼皮 你是肯定赢不了 所以说你看到了吗 这个游泳衣啊 已经强大到 可以决定运动员生死的地步了 这个鲨鱼皮 它这个技术成分 可以说非常之丰富啊 可以罗列出一大堆黑科技 而且是集各种弹资噱头于一身 比如像什么 非渗透性材料 超伸展纤V V字型的仿生褶皱 还有这个超声波粘合技术 等等等等 咱就随便挑一个来讲吧 叫这个超声波粘合技术 讲通俗一点啊 就是用超声波 把材料贴到一块 你要是想把一堆高分子材料拼起来 还要最大降低它的水组系数 那你要是用针缝 那肯定是不行 用化学粘合的话呢 你还需要做大量的实验 去找到这个粘合剂 可能粘合了之后呢 也不是特别牢固 所以相比之下 利用超声波加热粘合的方式呢 就合理很多 这种方法呢 有几个特点 第一就是它的热源呢 和鲨鱼皮的这种材料 它不需要物理接触 这样的话 材料呢 就不会因为这个受热而遭到损伤 那么它的一大特点就是 粘合完了之后啊 没有任何的缝隙 看上去就好像是一块 从来没有分离过的材料 特别牛 所以你这么一看的话呢 这个奥特曼背后这个衣服 还得用拉链的 简直就弱爆了 你知道吧 所以这样的一件衣服 售价人民币4000到8000元不等 而且它只能穿6次 每次穿衣服 还得需要40分钟 然后还得有两个人 伺候着你穿 所以这是因为啊 这个鲨鱼皮特别紧 紧到了你必须要用手指 一寸一寸的 把这个衣服往上搓 其实相当于是硬生生的 把这个运动员捆绑成了 最适合水下游泳的 这么一个形态 那国际泳联后来之所以禁止鲨鱼皮 那就是因为 它对运动员的成绩的影响 实在是太大 你比如说一个运动员 没穿鲨鱼皮的时候 他上报的成绩是多少多少多少 对吧 结果比赛了之后呢 穿了鲨鱼皮 直接可以提升8秒之多 那就是因为这个鲨鱼皮 它既降低了水下的阻力 同时还能够增加人体的浮力 而且这个产品 它本身迭代的速度也非常快 每迭代一次 运动员的成绩 整体就会上升一大截 可以说鲨鱼皮 从2000年问世到09年 整整疯狂了10年的时间 这期间的世界纪录 被破掉 简直就像切瓜砍菜一样 特别简单 你上网查一查 现在绝大多数的游泳的世界纪录 依然是09年创造的 因为09年之后 国际泳联就把它给禁掉了 对吧 所以说终结了这个鲨鱼皮的时代 像09年那一年的这个罗马世锦赛 堪称是鲨鱼皮时代里边 最后的一次狂欢 一届比赛 破了43个世界纪录 不可想象 所以我们现在回看鲨鱼皮的时代 恐怕你不觉得它会特别辉煌 因为高科技 泳衣宣宾夺主之后 泳衣就可以说是变相成为了兴奋剂 与人类挑战自我 更高更快更强的这种竞技精神 其实是背道而驰的 而且这东西忒贵 更加不利于运动的公平性 你比如像游泳高尔夫网球这种东西 本身它是有很强的阶级属性的 你国家不富裕 没有经济技术 你长期搞不下去 而且你这个上升到国家层面的时候 这些都是高富帅国家玩的好的 你看你什么时候看到 非洲在这些项目上特别好的 都是没戏 对吧 这个跟国家本身的贫富差距 和整体物质水准 它是有非常紧密的联系的 而一件衣服八千块 而且只能穿六次 你要让非洲人干这事 那肯定不行 你只能让这个竞技体育 变成一个炫富的比赛 好了 我们讲了体育的公平性 安全性和这个竞技的成绩 各个方面 我们发现了 基本上体育运动 算是躲不开技术入侵了 确实躲不开 但是呢 我还故意漏了一个没说 什么呢 我们以上讲的这些东西 还都是把它当作一项体育运动去讲的 但是你别忘了 体育之所以能够商业化运作和发展 本质上 因为它也是一门生意 所以说观赏性就非常之重要 所以就为什么有些体育发展的很好 因为它观赏性强 对吧 那么科技在这里边呢 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很明显的 相关性最大的 那还是这个画面相关的 这个技术的提升 你比如说像高速相机 我们之前讲了 鹰眼就是基于这种设备 可以做到这种超慢的慢动作回放 再比如这个AR技术 你看这个游泳比赛里边 开始之前 各个泳道上面是不是浮现各国的国旗 还有这个选手的名字 那真的可以是以假乱真 像是浮在水面上的 其实都是假的 你还有一个 比如说像这个选手游泳的时候 前面有一个世界纪录的那根红线 那其实都是增强现实技术的应用 叫做什么 AR 英文的缩写 你再比如 各种成熟的联赛 像NBA这样的 经常比赛的时候 给你po很多这个角度刁钻的数据 让你觉得这场比赛是很特殊的 你比如说这是28年以来 第一次有人得40分的同时 篮板和盖帽同时超过6个 等等等等 这个特别绕口这种数据 并且这个人还在32岁之上 这种都是大数据的沉淀和挖掘出来的结果 其实你别小看这些东西 随着这些技术的叠加 电视上看比赛的体验 那种视觉的品质感 真的是要比现场好很多 你可以看鹰眼 对吧 你还可以看慢动作回放 还有各个机位的来回切换 对于球场各个角度的细节 你可以说是尽收眼底 你要真看习惯了电视转播 你冷不定跑去现场去看一次 你就知道了 那跟电视上差别真的是非常大 落差感很明显 即便是豪门对垒 现场看起来跟咱们大学的时候 隔壁班的比赛没什么区别 你要说是这个现场最大的亮点 我觉得可能就是各种互动和氛围 而且有些时候 为了保持或者说发扬竞技体的观赏性 技术发展可能反而要给它让步 你比如说F1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 作为赛车运动 它本身就是以竞速为目的的 对吗 但是国际气连竟然一意孤行的去给F1减速 能想明白吗 实际上三四十年以前 F1的速度早就已经超过300公里以上了 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速度没有进步 反而进一步加了很多的限制 你比如说引擎从12缸变成了10缸 再变成8缸 14年直接变成了1.6T的V6发动机 你现在的F1的直到速度都没有MotoGP快了 你看这么做的话 其实一方面是为了安全性 但是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最核心的还是增加体育的观赏性 它降低了绝对的技术差距 有什么作用呢 小车队也有机会了 对不对 我也可以批一批 不再是那几个巨头车队垄断的场面 小车队给他们赔毒 对吗 而且这样车之间的缠斗更加激烈 而且超车更加频繁 比赛更好看 我以前小的时候看F1就觉得半天也不超车 特别烦 所以说任何商业化运作的体育项目 它背后都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游戏 科技相对论 凡事都有两面性 虽然说表面上看 降速是给F1来了个窝心一拳 对吧 但其实它只是把技术的发展 引领到了另外一个方向而已 你就好像手机的电池技术 虽然说限制很大 虽然说诸多车肘 但是长期的来看的话 它还是从侧面推进了半桃体工艺的进步和演变 我相信F1的技术也会有类似的变化 现代科技已经可以让大多数的人舒适的活着了 除非你想 否则你完全可以不需要一个健壮的体魄 安逸懒散的生活 而这样一个时代 我们之所以还非常推崇体育运动 除了这种休闲娱乐的观赏需求之外 更是因为远古时代 我们的祖先和野兽缠斗的这种古老技艺 还深植在我们的血液当中 所以我可能更愿意把今天的体育运动 理解为人类对于过去的一种致敬吧 所以呢 赶快拿起装备去弄 好吗 今天的科技相对论就到这了 更多内容呢 欢迎大家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Zero.com 也不要忘了去微信上关注我们的官方订阅号 我们下一次再见